因为一点技术状况导致我第二个boss和第三个boss没有录到 然后也是视频做完之后才发现中间缺了一段 所以我这边就用小召唤铃铛去加入别人的boss再去补一下这个片段 因为正好这两个boss呢是连在一起的掌握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就等于是走过去就打完第二个boss你就往前走去到第三个boss 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到下一个点 所以说这边就连任做补一下战斗 不过这个boss比较奇特哦 之前打了两个人 那我打了两个人 我打了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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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哦 然后这boss一个侧客 sabe 也是啊 他没有 spicy 他的感觉就 现在就单纯诺出第二个小召唤 打两个法射比较好 他们两个 但是吃法之后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可以勾起来 另外三个近战的会比较麻烦 因为他们会 他们会有什么近战 然后他们会 过他们要死 这些人 小哥 放下放下 因为我在别人实际上有危险 所以说比较容易死 可能我不知道 是他那个大招的球 应该是 可能突然会 重点是你要防止其他近战 他可能会突然撞 看到这个血量他应该是 2G 3G 2G hơn 3G 1 2G 1 ctions 1 4 actions 所以盡量不要回近戰懷疑 因爲那女人是吧 所以說過了一個影響 所以他有時候可以把他和近戰懷疑 然後他也是 他們也是很痛的 殺不住他們 就永遠保持了大家 三個盡量兩個法 現在是吧 就是炸成 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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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炸成 炸 基本上攻击的话就有两个剑 刚起身还挺特别黑的 创演是在于他们那些分身就没什么打击 除了他会做出一些僵直动作之外 他就有这样激动的感觉 水感很差 这个阶段差点打得好 对他时间补偿他好还是随机对我跟踪 不是很能把握别的 一直要不停的翻谱 或者是一直跑看情况的翻谱 而且他都到半球路 不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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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们攻击有时候两下有个三下 我趁着这个游戏 这些很好把握 还有一个灰灰 剩下这一项 不然他散战一项 有一个被撞 有一个被撞 有一个施法 有一个被撞 现在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砍到 感觉特别 应该是砍 有一个被撞 因为他虽然施法但还要被撞 就要撞 他怎么出来了 你在地上抽了一弓啊 不假的 试试感觉 有些 有些 掃蝉 這個應該是天養的 這個應該是 天養不行 這瘋子還沒看過 然后主要打进来吧 这好像朝地上拖的吧 有可能是追踪性一点 但我发生的大招都也是 他前死了 他前死了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这样我们就再摇一个吧 现在摇一点不够 看是一个应该能打 刚才二珠目的话 如果说他不正中的话 应该是不会死的 但应该是正中一颗吧 嗯 research 好 水 找你 那个 找你 中文字幕——YK 他這個牆壁上按鈕一點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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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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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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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兩個鏡竟然在一起覺得很難 這兩個鏡竟然在一起 這兩個鏡竟然在一起 他和他一起 要出地上的嗎 我都沒有 我現在說他好像自己就這樣 這就是魔法的 我沒給雞千打的 沒給我 一根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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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呵 你還砍了兩千多槍呢 降不夥 降不夥 這次不就不不行 要稍微祝賀一下 因为这边我又会被传送回去 然后进入一个下一个BOSS 下一个BOSS呢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他就是整个老猎人的封面人物 就是现在这位奇怪人士 口中所说的LadyMaria 我现在不需要用炮了 枪反的话更好一点 只要走进去应该就是BOSS站 从这边走进去就是BOSS站 我不知道在这边能摇零能不能摇到一个人 这个BOSS真的是非常的恶心 到后期尤其是后期他攻击上面非常的大 真的会非常的大 他会自缠一下 就跟那个放学者的效果一样 只不过他放学者 这把肩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他不过是插自己之后呢 是攻击范围变得更大 简直说是远 几乎就远程攻击了 是尽其他散开 啊 是尽其他暗是 几乎她的 那是尽其来是尽其他人 一般 看起来 5分钟 需要尽其较 這洞都一直沒有出 才開搞笑 先說要打用第三個 才能變形 進入第二個 進入才能變大 盡量不要這樣見面 先這樣側面 側背面 啊 而且比較多的心 我還沒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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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进入第三阶段 他的攻击会带火 这个伤害非常强 这个阶段只要扎,假如你与他乱阶段就会误少其他 好 又要拿 又要攻擊 現在又要戰陣 他死了死了 他第三阶段非常 只要火刃伤 基本上正面顺批正中的话就不行 波罗兵是三两会比较方便 打完他这边会出现一个油灯 两个油灯会非常的紧 出门就能看到另外一个 这样我们就帮助别人打到第三个网 这样我会正好补齐的视频 其实之后也没有什么差 打完这个网之后你会获得一样物品 但你他不会给你武器 也不会给你 好像是会给套放装备吧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他是不会给武器的 这把武器并不是这边给的 这把洛阳是在下一个地方给的 你拿到那样用物品之后 它有关键物品像个表盘 就和这表盘很像 站在这个地方就会触发个效果 触发效果之后呢 这个战门会开启 你可以继续往后面走 你跟我现在看到的一样 走到这个地方 到后面这个渔村 然后这边就是整个布是终点的地方 我就不再剧透了 因为我下一个视频应该是从第二个点开始 所以说我跟引擎最快速度走到第二个点 这些决定的状态 那些状态 这个人不犯过 这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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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罪人 凑云的产生 但是被罪人的状态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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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上的cost呢就是 一个很大只的海洛小姐 大家看了就会明白 这边就是下一个就是这个村长的第一个有的 然后这边是没有share card的 这位只能从这边就没有share card share card的时候下一个dentance 中间会出现好多好多的女人 稍微打一下 然后往前走 这边也太大了 这边也太大了 前面怪也都差不差路线嘛就是直走 其实那边那个警示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警察可以拿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过程的方式 这边有条路 我发现没有问题 我来看一下 哦 没什么问题 我们稍微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吧 因为我这边大多数东西都应该是剪过的 就是前面那个屋子 这边让我走回来 那些怎么有那么多实体 这边就是大鱼人就先别管 这个就放了 这个就放了 就好 好 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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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好处就攻速过 杀了 好 一把拿 拿下位置 拿下位置 还可以 爬上位置 我都以為了 这就是我说那个很讨厌大鱼人 下面有一只非常非常烦 基本上跑过来就应该结束了 因为那个灯在上面 我们现在尝试着狂奔一次 只要不被那只大鱼人发现 都是非常方便 读书有点慢 赶快赶快 现在在这个地方 好吧 有点麻烦 因为那个油灯 它并没有 是我点过之后 我不能再点它 所以它记录点并没有变 不过从这边跑也没什么差别也不是很远 而且中间也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区域的鱼人都是远处 刚才那个区域的鱼人都是远处 所以水灯没伤害挺重要的 那个大概一刀或两刀才会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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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我们就等于到第二个U等于安全 其实这段路的话你是不是要简单这段话 他的船外好狠 他应该是过不来的 走了吗 主要是只要注意这一只 主要是注意这一只 但是这边附近也没有什么东西 因为从这个点开始后面都是有一个捷径 但是也就是说 嗯 从这个点开始 才是等于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区域的真正的歧视点 因为上面一个点就是走这么一段路 他给你那个上个点的目的也就是说 桌子开头 然后说明是你有一口井在那个地方 那个井是个关键 就是如果说你需要我手上这把刀的话 那个井就是个关键 这样子你能可以很方便的从那个井下去打到两只大鱼人 然后拿到最拔洛 网上真的是比较好用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直接去打一下 也可以如果说很难的话 就是最好不要去击杀最好的boss 也就是这个关键的boss 最好不要提前击杀 要不然你是只能一个人骚了 他真的很难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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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